《冲上云霄2020》确认开拍。TVB邀请杨幂、迪丽热巴。 在很多剧迷心中,《无限》有过很多经典神剧,很多优秀的港剧作品之所以深得剧迷喜爱。 皆因它们不但一贯秉承住独一无二的港剧元素,还承载了我们很多人的成长回忆。 而《无限》近年来与内地腾讯合作拍剧的热潮的欢呼声也非常高。 剧迷除了对两地合作的创新寄予厚望,同样对一系列神剧续集的欢呼声相当高。 就像早前腾讯与《无限》合作的唐新风暴三集《使徒行者2》,这两部系列剧集本身在剧迷心中就有很高的地位。 开拍续集也是势不可挡。这两部续集保留原剧集的一些灵魂人物及编剧元素。 内地的观众还能在腾讯网站一堵未快之外。当然,成绩相当不俗。 点击率说住的也是一亿为单位的数据。 而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一个最新消息,昨日,19日,有港媒消息指。 无限经典神剧之一《冲上云霄》终于落实开拍2020版本了。 没错!这次是。终。于。落。时。了。 据悉,新剧暂命名为《冲上云霄》2020。 想当年的《无限开创》以《飞机师及空姐》为主题的先河,先有2003年版本的《冲上云霄》。 时隔十年再在全民高呼的情况下推出2013年版本《冲上云霄2》。 两部剧都是无数剧迷心中大爱的作品,收视率也是非常高。 《冲上云霄》。 《冲上云霄》系列作品收视几口悲好,同样也留给观众很多经典又喜爱的角色,你第一个想起谁呢?哈哈。 小编第一个想起的是《迷倒万千少女》的《三哥》吴振宇。 想当年他在剧中的《飞机头造型》就更是经典中的经典了。 还有在第二集加入的《可恶魔》张智琳,魅力也是令人无法招架。 啊啊啊啊,小编真的真的很迷《可恶魔》。 想当年《可恶魔》和《何年希》,由《无限花旦》陈法拉饰演,那一段情,也是看得不少观众为之牵动。 还有当年的《无限男神》吴卓熹,马国明,陈建峰,黄宗泽等的人气都相当高。 至今很多剧迷都会翻出这部剧里他们的精彩剧照怀念著当年的TVB吴小生年代。 而如今落实《无限》与腾讯拍板开拍新版本,对于广大剧迷来说,无疑是一个重大喜讯。 那新版本里有哪些演员呢?相信这是各位剧迷最关心的问题了。来,小编带你们先读为快。 据传闻,这次以2亿人民币剧资打造的《冲上云霄2020》。 制作方不但顺应民意保留原剧的《中的灵魂人物》三哥吴占宇继续坚守阵地之外。 还有无限的一线小生陈展鹏、陈豪、马国明等参与,全是港剧的经典男主们啊,这次合力发工是要再创经典。 看到这里,很多剧迷肯定不淡定了,怎么没我跟魔张志琳啊?没错。 这次2020版本确实没有张志琳参与。据悉,无缘参演新版本剧集的演员还有胡幸儿。 接音有消息只因为二人公司老板与无限还存在官司问题纠纷,所以演员也无缘参演了。 不过一众剧迷也不要灰心,因为惊喜还在后头陆续到来,来来来。 说明是合拍剧吗? 无限这次当然也将目光瞄准了内地一众火爆的小生及花旦身上。 没错,也就是说新剧会有内地心血强势加盟,比如迪丽热巴、杨幂、黄子涛、陈伟平及Angela Baby、杨炳等。 他们全都是无限有意邀请参演的对象。 哈哈,看陈伟平和黄子涛的机师style,哇,点赞有目有。 单是强势的演员阵容已经看得一众剧迷热血沸腾,十分期待了。 而刚才小编所说的两亿巨资制作。 也是无限这次的起心肝搞大渠的有力证明,是要挽回所有剧迷的心。 巨资这次不但是巨集的制作费高,还采用了内地A级制作团队规格拍摄,演超一贯以来的港剧制作费。 巨集还将至少跨越三个地方取景,现在初步计划是要去欧洲、加拿大、澳洲、美国等。 不久后。 剧组也会率先出发看景,巨集在精心布置的万事具备之下,预计即将会在今年年底开拍。 各位巨迷怎么看? 虽然遗憾没有张志林,但看到有陈展鹏、陈豪、马国明以及一大波内地花旦小鲜肉。 小鲜的心还是很期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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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你们呢?2020年,我突然就觉得好漫长妈妈妈妈妈啊。 活动片 相我们更卑津